鬼话联片 精彩的内容 成立一个特别企划 身经百在的特别企划 呈现给大家 对 我们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呢 将要带大家 全省的鬼屋走透透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 全省的鬼屋走透透呢 为什么要选用鬼屋 当成我们的特别企划的主题呢 哎呦呀 你们两个站在这里 很硬的哦 我们在外面走得很痛的哦 对啊 但是为什么要用鬼屋 来做特别企划的内容呢 小秉 你说说看 因为现在啊 中秋二日 然后价值这么多了没有 学生啊 然后大家放假包去拿 去鬼屋换换 我看到师傅你 你这朋友也很好客呢 真的 对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今年开始实施的 周休二日 周休二日 所以大家 一个礼拜有两天空学的时间 其实哦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每次去鬼屋的时候 都有像Amy这么漂亮的 这个灵异兼兵带我们进去 你知道吗 这次我们最特别专辑啊 我们还推出一个 一个方案哦 什么方案 就是我们有一个 猛鬼旅行团 那只要住宿 还有加上旅行的费用 只要一千元哦 很便宜对不对 好便宜哦 因为晚上住鬼屋 都不用花什么钱 对 没有水电费 而且搞不好还可以得到名牌 小刘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啊 你这样子讲出来了以后 大家真是传真进来了以后 应接不下就麻烦了哦 不过我要报个大内幕啊 今天小刘还为了他身上穿这个衣服 跟我们的造型师骂托 觉得这件事还太丑了 你看小刘是个多么挑剔的人 蛮像工人的啦 就是洗到有点褪色的那种 很假身的人 可是至少比你在外景的时候 穿那样子的衣服 在那样子的环境来得好很多 对不对 有一次我去买衣服 然后那个那个销售认出我 他说来给你自己买的衣服 然后后来他玩之后 我就看我买的衣服 他说哦出外景用的 因为我买的都是那种T恤啊 然后这种初步的裤子啊 可以破烂脚 贵一点的啦 不过想去实在话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刘制作人啊 其实呢制作到今天一百集啊 加上以前的玫瑰之夜嘛 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可不可以发表一下 其实啊我从那五十几集的时候 我就想说 如果做到一百集 我就要做个特别计划 那做特别计划呢 我要取回名字叫做 身经百战 身经百战 对啊 那没有想到今天真的身经百战 愿望达成 愿望达成了哦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个 这个身经百战的特别计划 这么多的鬼屋 我们用个什么样子的顺序 来做一个编排的方式呢 当然我们今天会 先从台湾的北部开始了哦 由北往南 慢慢的一路看下去 没错 现在来收看我们鬼话连篇的 身经百战 各位观众 现在虽然跳着戏 然后冷得拜死 但是呢 我站在这个地方却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 可是这个地方是我最不愿意 回忆的地方 因为是我们猛鬼制作人 就是在这边被鬼上上 而且他是在这边被发击 然后成为鬼王 对 所以我们才叫他 林毅威尔刚 没错 因为他平常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 欺负我们外景的尖兵 所以啊 那鬼朋友都看不过去了 当然就在这边把他上了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好 这里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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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果然是小流他家啦 台湘湾鬼屋 这是怎么来呢 怎么来就严真 好像往山姿的方向走 没错 而且你只要一直走… 而且看到一个SOS檳榔 对 这个最大的一个是 SOS檳榔 我们每次都来这边 SOS檳榔的时候 转进去 左转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排房子了 这其实不是房子 它好像是一个 算是一个公寮吧 而且呢 当初我们这个 这个小流呢 它就是蹲在 大概在这里的附近 然后呢 就站起来说 你们拍啊 不是要拍吗 下路吗 路啊 没有啦 有… 老师电话快点 老师电话 老师电话 你们快电话 然后我们就全部都逃走了 对 这时候顿时之间 我们製作人觉得 他为什么人缘这么差 他全部都跑掉了 因为他已经被鬼上岑 然后他自己就跑到那片树林里面 去做繁星 结果我们就是跑到那个树林里面 去找他 而且不是闭着眼睛的 对 在找 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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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地方 它跟白天跟晚上有什么分别吗 晚上来是很可怕 因为几乎你看不见 完全看不见 因为它这边靠海边嘛 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 也大概是像这样的阴天的情况 然后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在干嘛 镜头淋掉了啦 镜头湿成一片了 真的是灵异现象耶 好恐怖哦 然后你说进来这边怎么样 就是我们进来这边的时候 觉得几乎看不见 几乎看不见 对 没有像现在那么明显啊 可以看到什么 啊有竹子啊 什么之类的 真的哦 可是你知道吗 你们那天来一定没有漂雨 对不对 没有 所以看起来 还是天气非常阴寒 对不对 现在漂雨的感觉啊 所以看起来更凄凉 你知道吗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觉得呢 要来这边 然后又觉得很快乐的话呢 请阳光天的时候来 对 顺便来这边寻找我们制作人 曾经被赏身的遗迹 有了 有那种跌倒 然后腿很长的这个印子 就在前面 你们可以去找看看 对 好 这个地方快离开吧 好像写诗哦 你不觉得吗 什么叫写诗 因为很凄凉 同样的地方 白天去跟晚上去 它的感觉真的截然不同 对啊… 而且你当时是演给谁看啊 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没看过他那样子 对 你们知道吗 小刘其实就是在那一次的影片当中 受到大家非常大的喜爱的 所以小刘请问一下 这是你太爱知道当中的事情吗 没有 那天那个状况 我觉得为什么会被上身 是因为每一次哦 那个外景我都有去看景 然后白天我都去看过了 可是那天呢 我就偏偏没去 因为我有其他事情在身上 就找工作人员去看景 然后晚上去到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很害怕 所以我才会出这个状况 我觉得 是因为没去看景的心虚 而造成了害怕的 因为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出那么多外景呢 为什么那一集会出状况 我想了很多很多 跟所有外景不一样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你事先就是没有去 所以说才会发生这个状况 不是因为日子不对 对不对 我没有那个问题 现在大家制作我有个问题 网络上的网友说 只要那个鬼上你的身 听说呢 他就有几年的修行是不是 听说你还可以帮你的往生了 怎么好啊 真的 我说 有 网络上面有人这样子留言 对 我就觉得 他就把我们人去吃鳖 吃乌龟 能够补身体那种效应 不是啦 他在手里的身上 网络上是说 鬼到我的身体住几天 然后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然后过几天就会走 到现在为止 那几个曾经上过的鬼 现在还在那儿跪着 还在那儿跪着 为什么 还没有被叫站起来 刚刚看白天的情况 的确蛮漂亮的 对不对 但没想到晚上 居然还有这么可怕的传说 没错了 接下来我们看完了白沙湾 又要往哪里走了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这个基隆 基隆是不是更北一点的地方 基隆好像传说就更多了 基隆是最恐怖 因为基隆有好多那种闹鬼的地方 都是相当的有名哦 好 来看一看 鬼话连篇的神经百战 悠间催眼神起 有够美 你看 对啊 真是 古道色同瘦嘛 是在世 古道色 这跟着什么关系啊 我们终于搬到新家来了 我们的新家 一定要请各位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鬼话之家 对 多么棒的一个家庭 不过是有点乱了 还没整理 这就是我们上次 上次 风吹弟弟 你要再吵了吗 林小弟弟 对 如果各位记忆犹新的话 这就是林小弟弟他家里面 对 因为当初这个 林小弟弟就是在这边了 因为被凌虐 就是被小朋友不小心退了 意外的 意外渗亡 不好意思 天啊 桌上还有 有白味 没错 如果这个地方呢 虽然说白天晚上来差很多 还是值得你来看一看 怎么来呢 怎么来 你只要看到海洋大水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间房子了 对 就是在基隆八斗子的地方 没错 白天来的时候一定都会下雨 而且这个地方呢 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什么事 我好想知道 很想知道 对不对 那就是某个人呢 他丢了他的神经 我吓死了 等一下 我吓死了 对 这一间 那时候我神经还没有掌见 因为我在里面做感应的时候 有一台红色脚踏车 从我面前跑走了 我竟然没有看见 他竟然没看见 然后他的好朋友打电话 问他说 怎么跑走 他说 我也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给你扔下去 所以我们下来寻找 那个红色的脚踏车 但是你还记得红色脚踏车 那时候是骑出去吗 对啊 因为我 对啊 我感应的时候是 他跑到外面去了 跑到外面 但是我们不敢动到脚踏车 但是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就要进来找看 脚踏车在哪呢 对 我 我们感应的房间是这一间 哎呦喂 吓我打架 小刘先吓你 你很烦的 白天也会吓人 他在躲我镜头 不让镜头拍到他 人吓人还是吓死人 不好意思 你小弟弟 不好意思 我们看一下门 不是 我觉得好像 小语 你先看到我了 然后他这样愣一下 你就转过在你白天吓一跳 我通常反应都慢三拍 谢谢 对不起 对 对不起 请不要唱一下我们好不好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丰富啊 这个房间 他们是本来很干净吗 对啊 我觉得有人来翻箱倒柜过耶 有流浪安安来睡过啦 对 而且他还吐了槟榔渣 真是在别人家里太不懂礼貌了 对啊 真是的 不好意思 这间房间是当作 Amy感应的房间 是我失去神经的那个房间 对不起 对不起 打扰了 在这里 他这脚踏车在这里 谁牵过来翻的 他又骑回来了 我想应该是他自己骑回来的吧 看一下脚踏车 因为当初我们感应的就是在外面 后来我们大家就匆匆的离去了 你看李小弟弟是很保护她脚踏车没有骑坏 所以啊 现场观众朋友啊 如果想寻找那个 让我失掉神经的红色脚踏车 可以来这个地方 没错 它就在位于五楼的地方 对不对 五楼吗 三楼的地方 四楼 不是 三楼吗 我没有到 四楼太不及了李小弟弟 他们家住 真的住四楼啊 因为我觉得刚刚爬好久的感觉 对啊 当初你就是坐在这个地方的 是不是 我忘记了 那我们就称这个位子为 失去神经位好了 对 他们家真的满不错的 你看从这边看来 可以看得到外面 他们家真的是 人意大道耶 你看 绿油油的一片好棒喔 李小弟弟你真的是 太有钱了 也是有修功德吧 对啊 不过大家还是很想看看这个李小弟弟 他是怎么样让Amy失去神经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画面 对 脚踏车又被骑走了 现在我们就把DV8的拍摄过程单独播放给大家看 同时也请全国有阴阳眼的观众朋友 帮我们一起检视 是否是李小弟弟真的来骑脚踏车了 李小弟弟 我要听到后面有声音啊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李小弟弟 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生气 好吗 李小弟弟 你不要怕 我不要小弟弟快走 我小弟弟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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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烈士DV8是在完全黑暗的过程中拍摄的 现在透过了慢动作 大家可以再观察Amy的反应 脚踏车的突然被骑走 他完全在状况外 看你們白天那種情況 可能感受不到那種 但是在晚上四下無人的時候 其實那個腳踏車的龍頭 稍微改變的方向 你應該察覺不到 對不對 你說我反應都會慢三拍 沒有啊 真的 龍頭改變方向應該察覺不到 直到它移動 移動你才會感覺到嘛 對啊 基隆好像不只這一間吧 對不對 基隆還有一些什麼樣子的房子 貴屋嗎 我跟你講 你之前好像去過一個 對 我跟你講 基隆其實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在基隆的帝王你知道嗎 龍姐出過外景 你知道什麼叫帝王嗎 就是最貴的地段的房子 叫帝王 是不是高速公路旁邊那一棟 想知道非常有名 而且它那個屋頂上長榮樹 對 它屋主怎麼會有這麼快的嗜好 在屋頂中 我跟你講那個房子真的很邪門 你上去怎麼樣 我上去到二樓的時候呢 我就聽到在三樓 有人從很遠的地方跑過來 我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說 是工作人員去故意弄的 我就當場算人數 每一個都在 然後到三樓去看 三樓的那個地 根本沒有辦法讓人跑步 其實啊 我主持這個節目 我主持這個節目到今天啊 我真正開始感覺到有鬼 真的是從基隆那個鬼屋開始 因為我聽到那個聲音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用科學來解釋的 好 那個地方怎麼去 那個地方啊 那個地方就是在那個什麼 高下 對 高速公路下來 基隆的愛二樓 然後跳進港口的最後一間 你好專業喔 我跟你講啦 剛剛有這個背超猛的 跟背電話號碼一樣 好了 看完了基隆的接著要往南移了 到哪裡呢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到台北 到現在為止還是相當的 台北也有鬼 相當的繁華的一個地方 哪裡 哪裡 當然就是西門町囉 西門町很熱鬧 人氣很旺耶 我們不帶大家 帶大家去人氣很旺 還要帶大家到一個 充滿大美氣的地方 趕快來看一看 來看看我們鬼話連天的 神經百戰 二樓姐 我今天要來這邊求婚囉 跟誰求婚了你 裝成這個藥 你不知道這裡面 有一個很棒的人嗎 白蝶小姐是吧 不…是小堪先生 有喔 那我得先幫小堪先生 驗受一下這貨色怎麼樣了 看看這個美甲 然後Oh my God 比拐得恐怖耶 童言無忌 我們今天怎麼來得吃 因為這就是最… 我們那時候超膽也有來 然後我們林鄭先生 也有來的那個 騙褲遊鬼 白蝶小姐啦 聽說她是個美人 我這個都捨不得拿下來 我好想看她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有人說我們穿得像布袋衣 因為我們穿了那個 戴良室的雞袍 這都被吃了人出了鬆主意 還要爬呢 小心一點爬囉 好…我怕喔 你不要再耍搭了好不好 我怕 你根本已經爬了 好 我先爬好了啦 你還是把這鳳罐拿下來好了 不要…我要一起帶著 帶著走出去為止 好危險喔 好像…欸 變了那個 出了那個護板不能拿成 抓那個樹枝 OK 好 這個樹枝是不是 對… 好 嘿…哇 好穩喔 當場呢… 沒有 沒問題啦 沒有 我抓得很緊了 你站起來 來 這是什麼 唐人客 我們當初來到這邊呢 就是告訴各位朋友說呢 這邊有一些絕斑海報 很多人來投入 對 我第二次再探的時候呢 只剩下殘破不堪的海報 這… 我帶超短觀眾來的時候 只剩下六張 而且六張還全部都是破掉一半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啊 都太過分了 記得下次要拿海報 要通知我名聲好不好 沒錯啦 小開先生怎麼樣呢 都是已經我的舊室了 好啦 不好意思 小開先生 我們來打擾你了 還是看到一些海報耶 而且這些海報的… 這個面容好恐怖喔 你別再說了吧 裡面還是很暗 那個什麼 小劉 小劉 過來 他是不是不想看你呢 怎麼過去啊 過來 小劉 小開先生說要看你 這樣子好了 攝影機過來 如果小劉先生不爬過來的話 罷工 原來他是個俗辣製作人 摔倒是怎麼這樣子 對喔 就是這樣 我們是滿想看你摔倒的 白天來才知道 原來那個樹從房子裡面 長出來耶 你看 對耶 好可怕喔 你看它盤 不是 你看那個樹才誇張耶 盤踞在那個屋子的耶 不是 還有白天來才知道 我們抓這個樹根啊 對 竟然是從上面長下來的 上面的那根樹的根 而不是從下面長上去的 哇塞 這所謂大樹精 可能在這裡就看見了 無聊 我們趕快進去了 對不起 打擾了 這隻味道還是一樣難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可是進來 雖然是白天進來 但是還是像晚上那樣的感覺 沒錯啦 不好意思… 我跟妳說 當初很有問題 也就是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啊 就是這條走廊跟這個吹風機 而且… 而且妳講話還是要回頭吹進去 喔 不好意思 當初有問題的呢 就是這個抽風機的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這個樓梯的這個地方 還有樓梯這個樓梯間 哎呀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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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的煩惱是 我頭好重啊 對… Amy姐啊 不如這樣好了 你先走先好了 嗯 要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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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緯化連篇製作單位 即將展開本世紀 靈異美少女票選活動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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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美少女們 請來電02 2346 2295 或傳真02 2346 2296 或上網 tv.ettoday.com